雖然雙本市宣布高中指以下明天停課兩週 但是有不少家長中午就趕到學校接孩子回家了 而這次雙本市強調家長可以申請防疫照顧假 雇主應該予以準假 不過沒有強制給薪 勞動部則是表示 勞工如果是屬於防疫照顧假請假適用的對象 雇主應該予以準假 如果強制勞工一定要請特別休假或是試假的話 將可以開罰 不過有工商團體認為 無論是給薪或是給薪 那應該要視個別企業經營的狀況而定 中午十二點內湖區國小校門口停靠滿滿的汽機車 全都是學生家長準備接孩子放學 擔心學生在校染疫 不少學生家長等不及北市府宣布停課 中午就到校接孩子回家 我本身是做環境資訊業 資源宣布給大家上班 學校也有通知 家長可以自行判斷說要不要讓小孩進學校 甚至有不少家長老早就幫孩子請假在家防疫 到校不是接小孩 而是幫孩子拿課本準備在家自學 為保護學生健康 雙北市宣布高中值以下 國中國小及幼兒園補習班 安全班等從十八號起到二十八號停課兩週 但強調停課不停學 北市府表示學生可透過線上學習平台 台北庫克雲在家自主學習 A點在原點的右邊兩單位場 所以我們用坐標 我剛剛一直有提喔 學生在家自主學習期間 那利用庫克雲在家學城市設計 學外移停課不停學 另外雙北市政府表示 有十二歲以下的兒童或國高中以下 身心障礙子女需要照顧者 可請防疫照顧假強調雇主都應於准嫁 但未強制雇主己心 可由勞資雙方協商 勞動部表示如果雇主不准嫁 或強制要求勞工請特休或試駕 將依違反勞基法 可除兩萬到一百萬元 工商團體表示 企業會配合政府政策 共體時間 防疫優先 兩週後再觀察哪些產業受到衝擊 才會向政府提出紓困需求 不過有立委提出 把防疫照顧假的薪資補貼 納入紓困預算 記者黃磊 張國良 台北報導